你家的狗为什么养不好 犬色它们养狗究竟有什么秘诀 会让犬色的狗几乎不出现挑食的情况呢 我发现有很多狗主人喂狗 恨不得顿顿给它吃牛肉 但是这些狗长得并不好 长得并不强壮也并不漂亮 但是犬色的狗往往没有吃什么好东西 但是长得还是不错的 它们究竟有什么养狗秘技 其实有两点 第二点才是最重要的 首先是第一点狗不能喂它太饱 狗是由狼眼变过来的动物 它是一种耐饿不耐饱的动物 你顿顿喂它十成饱 它渐渐的会变得非常挑食 而且身体会变得非常差 但是你顿顿喂它八成饱的话 这只狗会变得非常健康 食欲比较好 像这种狗换毛的季节 咱们可以给它喂点多维鱼干油 可以快速度的给它补充维生素 美毛亮毛促进狗的生长发育 第二点有很多犬舍喂养 每一个星期它会放一个大绝招 这养狗的大绝招是什么呢 就是每过七天时间 有很多犬舍的朋友会给狗饿一天时间 只给它充足的饮用水 并不给它食物 整整饿它一整天时间 让它帮助消化 然后促进它的食欲 很多狗主人说这种方法不太能道 大家可以退而求其次 那就是每养七天时间 咱们饿它一顿 让它感受一下饥饿是什么样的感觉 让它珍惜你给它的食物 珍惜你给它的狗粮 改正它的挑食习惯 感谢观看